今天是大年初二 大家會在哪裡吃開年飯呢 五辛形肺炎疫情反複 有沒有影響大家的拜年計劃呢 在新界的一些鄉村 仍然保留不少傳統的過年雜族 80年代的時候 有原居民聚在一起玩魚蝦蟹、排泳等 他們稱這些為玩新年 但有關當局就認為他們非法聚賭 重溫下當年報道 百幾年前 新界叫做新安苑 1898年 滿清政府將界限界以北土地 租借給英國 從此就出現新界這個名稱 當時英國人在新界進行土地和戶籍登記 登記了的村為之原居民村 村民為之原居民 他們的後代也享有原居民身份 在新界的原居民村落 農曆新年充滿了市區沒辦法再找到的傳統色彩 好似元宵過晚 橫台山村的那些藍丁就沒起僑倫 去到每戶已婚人家 供足多添藍丁 他們又將鑼鼓打成天丁天丁聲響 拿過吉利爾頭 以婚人家 個個都很樂意接受多添藍丁的祝福 大家來自同一個祖先 出自同一個源流 親同手足 內聚力自然是強 這種傳統的大家族觀念 在中國人社會裡面已經日漸適微 而新界這類村落 在保留傳統上比其他地區更優勝 因為香港政府一向很少干涉農村社會的 種種制度和風俗 事實上政府很多方面 還盡量保存新界的傳統特色 不過對於保存原居民 但某些傳統政府認為不應該鼓勵 好像在橫台山村 由農曆年三十晚至年初三 村民都會聚集一起玩排狗 翻攤和魚哈鞋 村民叫這些做玩新年 他們說是原居民村的傳統習俗 但警方認為是非法聚賭 去年農曆新年 村民聚一起玩新年 初三凌晨 元朗警方入村蓋倒 拘捕了四十三個男女 檢莫賭款八千元和兩副排狗 村民認為警方干涉他們玩新年 是破壞傳統 白媽的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生年 不是最多我們是玩新年 我們玩了幾百年了 為甚麼他找防暴隊來拘捕我們呀 不行的啦 我都幾十歲 年年在我們村民都 有年三十晚了 所謂夠力年三十晚呢 充滿了 充滿了 大家就醉了 來玩玩了 今天天天就是這樣啦 玩到年初生呢 大家就不搞了 樂天樂 但由於當局政府來講 靠做法呢 對鄉村的傳統性呢 稍後呢 支付 恐必難了 做法 失誤 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